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静活的小胖子 带大家快乐跳舞 就愿意让别人给你当朋友的人 真的是一个宝藏求助者 现在的人没有人喜欢工作 但是大家不得不工作 你可以不喜欢工作 但是你不能代表所有人 他感受到了那种工作上的消耗感 大于价值感的情况 今天走到这儿来了 就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家里人爸爸呀弟弟呀 他们都是很支持我 我不敢做什么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 你有了家人对你的爱 就有了走出去的最大资本 别被爱束缚 喜欢你这样的女孩 年轻人能够这么踏实 太少了 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美式油头 厨神 胖子的梦 哎希哥你知道什么叫美式油头 不知道 我知道我这是猫王那个 呃 那个还不算是油头 他那个是有烫的 油头是不带任何的这个工具的加工 纯粹是靠投油来处理 有点像中润发的那种油头是吗 就是我们所熟成的大杯头 哎 我感觉他第一他会可能会这个霸型的设计 第二厨神是不是做饭特别好吃 然后胖子的梦想 瘦症 哎 看完关键词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 来自江西的王亮 今年37岁 想要寻求一个网络直播 然后跟舞蹈健身有关系的工作 好 欢迎你王亮 主持人好 您好 这个歌叫什么名 死不了 送过我自己的 哎 打不死的小强 你这关键词挺有意思 油头 你这个不算是油头吧 啊 我这个算油头 美式油头 背头 哦 背头 对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现场企业家当中有一个人 就是油头的造型 林李宇松 我这算吗 算油头的一种 算背头的一种 哎 来吧 我向大家公布正确答案 八位企业家当中有一位企业家的发型就是我们这位求职者 亲自做的造型 这位企业家就是林育松院长旁边的孙雪峰 给我们雪峰总做这个造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十分钟 看他的头型特别特别适合做油头 而且适合我这种 就是把两边剃短 会显得整个人气质会不一样 会变 至少变年轻 五到十岁 现在感觉年轻了五岁 要把两边都剃掉之后 感觉还会年轻五岁 你这油头的手艺是什么时候学的 19年 自己开的这个工作室公司倒了以后 然后我的朋友让我到他去店里帮忙 理发 然后我就跟他学了 刚好他店里也忙 然后我就可以帮他 就帮了一年 就学会了 就学会了 一般像给我们孙总做这样一个油头的造型 收费标准是多少 大概是八十块钱到一百五之间 包括有修眉 修脸 修胡子 这些都有 美式的男士专门的一套 朋友对你的手艺有评价吗 朋友算是我老师吗 他说我是可以开店的 你学东西挺快的 一年的时间 我比较单细胞 就是我只能注重一件事 你知道可能就不会同时做几件事 我学别的也是这样的 就是做这一件事会比较专注 那你现在还做这个发型吗 不做 不做 还有你刚才提到 做油头之前 你是工作室倒闭了是吗 你是做的什么工作室 对 我是开了一个 对 健身舞蹈馆 自己的创业项目吗 对 15年到1904年吧 和你这身材是当反面教材吗 去做健身 健身馆 也是特色吧 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之前是跳专业街舞的 09年的时候受伤了 偶尔接着到这个健身理疗这块 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整合 健身跟肌肉理疗放松 是一体的 我不是一个老板 你还是个健身教练 对 我还是蛮受欢迎的 主要是比如我 我想来你那报名 然后我直接问你 我说教练 您都那个都没坐下来 你只让我坐下来 我们这有专门减肥的教练 我不是减肥的 我是带你快乐的 带你去做舞蹈运动的 你学那个运动 肌肉放松学了多久 曾经后有几年的时间 几年的时间 一年研究一点 一年学一点 因为我自己开店的 我要了解这些 他有点像生活当中 咱们聊到的那种 一点就通的人 就什么东西他要去学 还都能学成一定的成绩 所以大家看他的关键词 美式由头 第二个 厨神 我从小生长在新疆 上大学在江西南昌上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家里的美食 然后我一个人在那里 自己就学着做 家常的新疆的特色 我都会做 丁丁炒面会吗 你这么懂 会 拉条子呢 会做拉条子 你一定会做丁丁炒面 那这厨神的封号 是你身边的朋友 呈呼你的吗 他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请我过去做嘉宾跳舞 展示 他说要不然 你也去站一个位置好了 我就试着做了一个大盘机 我记得很清楚 还是用别人选手剩下的机票 然后没想到就得了个冠军 做美食节目 对 你本来是去跳舞的 对 然后到现场 你用人家的边角料 做了个大盘机 你还拿了个美食比赛的冠军 你说对于那些参赛选手来说 上哪个说理去 这个就是朱成大赛江西辅州 就得冠军的 在这之后呢 代表辅州 又在江西南昌参加总决赛 然后也获得了全江西第二 你爱好好多呀 会做头发 会做饭 开场还会唱歌 你还会什么才艺 你先来个小才艺 来个开胃菜 弹吉他行吗 算吗 可以呀 我来自新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说来就来 可以 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晚上 月色清浪 流浪的山岗 多少的迷茫 你的模样 心在心脏 多少的忧伤 多少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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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离开 不再回来 还是太期待 还是太忍耐 多不明白 爱不存在 少许无奈 爱不存在 谢谢 他唱得还挺有那感觉的 因为我学这个专业的 学什么专业 学音乐 音乐教育 自己喜欢可以 但是教别人唱的话 因为我唱什么歌 刚才您都听到了 有一点那种风格 你知道吗 我唱流行歌也这一味儿 教学也肯定够点呛 自娱自乐可以 但是我现在对你的人 特喜欢 谢谢 爱好很广泛 学什么东西 还学得挺快的 面对大家刚才 有一些问题当中 隐含的对你的一些质疑 你还挺乐观的 情绪控制得也好 我能问一句 你以前体重多少吗 上大学那会儿 就是基本上在七十公斤左右 挺瘦的 你是因为什么 参加一次大学生街舞大赛的时候 受伤了 韧带撕裂 从那以后接触的力疗 我觉得还蛮感兴趣的 然后慢慢就埋下肿子了 现在 那现在基本上好了 我之前跳的是那种打转的 现在这个身材跳得嘻哈 跳得机械舞 hopping 然后就开始转成这种 dancer类的了 给好多明星办过舞啊什么的 就是做伴舞了 你经历很丰富啊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我很开心 所以你胖子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我梦想就一个就是想 通过我自己 把这个专业舞蹈和 健身操相结合的这种风格 推广出去 刚才我展现的都是爱好 这个才是我的专业 教大家一起跳 未来我其实就是想着 在网上推广我的这个课程 能做到至少影响力 比现在大就可以了 那你先给我们跳一段 好吧 我们掌声欢迎 好 哈哈哈哈 靈活的小胖子 對他躍感特別好 他動起來的時候 那個樣子完全不一樣了 就很有快樂的感染力 謝謝各位老闆 能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能展示自己 我有一個宣傳片可以給大家看 還有宣傳片 對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你 對 那一回好瘦 在做菜的時候 好 這是我在教學生跳舞 王亮 王亮真的是一個寶藏求助者 挺羨慕他的生活 就是自己又有愛好 生活得又很開心 然後自己的愛好 又能變成一部分職業 他又總能找到自己擅長的愛好 對 而且王亮是一個 就是願意讓別人跟你當朋友的人 包括你剛才那個吉他彈唱 就是你不做做很舒服 當你的朋友會覺得很舒服 謝謝 現在人家要說教你們跳舞 你們願不願意花錢學 特別願意 願意 歡迎各位企業家 來吧 咱們一起跟著求助者動起來 好 那我這些動作呢 就是經常在辦公室做得多 做一個小時兩個小時起來 活動活動就可以了 第一個動作呢 總肩 總肩 對 放鬆 好 雙膝 曲膝 兩個曲膝 然後放鬆 對 對 非常好 對 林總做得特別好 1 2 3 4 5 6 7 8 一下腳 7哥 現在是跳舞不是你摸電門 1 2 3 4 5 6 7 8 好 這是往下走 然後肩膀向後走 1 2 3 4 5 6 7 對 這個就做得特別好 但是膝蓋不能動 膝蓋不能動 我們試一下 來 準備 1 2 3 4 5 6 7 8 好 向後 2 2 3 4 5 6 7 8 然後做 假裝做半個 1 2 3 4 這邊 5 6 7 8 好 最後一個 對 好 來 5 6 7 走 1 2 3 4 5 6 7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棒 對 就這四個動作 可以嗎 我們從頭來一遍 1 2 3 4 5 6 7 3 4 王亮其實是一個宜人性非常好的 大家其實都很喜歡 並且跟他的交互也非常友善 現場這個氛圍非常好 他們給我的感覺是真實的 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能力和能量 影響到各位老闆 謝謝 謝謝王亮 辛苦各位學家了 我絕對絕對 我覺得我提前進入了退休狀態了 跟這個 廣場舞的感覺 廣場舞一樣 看東叔那個表現 他已經在剛才的音樂和舞蹈聲中感受到了他被大媽們附庸著 知道嗎 已經提前進入到了那種美好的境界當中 而且我發現大家完全被王亮帶動起來了 對 認同的我們鼓掌 感謝一下王亮 謝謝 謝謝主任 謝謝大家 謝謝 朋友們 我一下找到了他過往這些工作 他職場經歷能夠給客戶帶來的一個最大價值 大家都能想到這個詞 情緒價值 對 就我們會想到這樣一個非常可愛的一個先生 一個教練 帶著你去跳舞 你有收穫感 你有獲得感 而且你會覺得心情特別的愉悅 現在你現下又回歸到了健身教練的這個崗位了嗎 對 其實我一直都是沒有斷過 然後只不過是在上大課和上小課之間 也就是說你現在有在做健身教練 對 那你為什麼還要進企業呢 就是網絡直播這塊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 我其實就是想要觸碰一下直播這塊 然後自媒體上 我希望能找一個MCN公司來給我這些幫助 我當一個才藝的老師 然後帶給大家快樂 想做這個網絡主播 你認為自己身上最大最大的標籤 就說一個是什麼 靈活的胖子 帶大家快樂跳舞 但是專業的機構要捧你的話 我的角度來說 你不夠驚艷 就像你這樣的教練太多了 不 為什麼要花錢捧你 我也反對 我覺得他個性挺鮮明的 他的這個體型 反倒是他會在眾人面前 最有反差的一個東西 你刷到這的時候 會停下來 難道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 不是停留嗎 對 就你是第一個創造這個胖子 跳舞跳那麼好的人 我會停留 但是現在這個風已經很多很多了 胖跳舞跳得好 它不算是一個特色 對我也挺潮汐 你如果現在的才藝主播 現在像剛才我跳舞的時候 我為什麼說 你雖然能帶動我們 但是我覺得你就像廣場 廣場舞大媽的那個領頭那個大媽 我沒看出專業在哪兒 冰濤看到了嗎 你認同他們倆的觀點嗎 非常不認同 就首先我覺得他的特色非常鮮明 就是我們最開始 並沒有預期他會跳舞 然後第二呢 我們看到了他跳舞 我們沒有預期他跳那麼好 然後他是一直在給我們帶來驚喜的 而且你剛才已經想要轉為他的客戶了 但是我不願意掏錢啊 給你驚喜是因為他的外型 給你造成了偏差和誤解 這就是他的特色呀 但是 他一旦展現出來以後 你覺得沒有心情感了 對 因為我特別挺段總的在哪裡呢 就是你為什麼在這個台上有反差 是因為你是來求職的 然後你突然跳舞跳得還不錯 我們覺得好有反差 但是一堆胖子跳舞跳得好的人 你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你太苛刻了 你在要求他在胖子當中 還要做那個唯一性 對 就我們認為他是絕對 具有這個進入這個代操主播的這個門檻的 一個資質的 那我就問了 你自己既然認為你就有這個才華 你自己做了短視頻帳號了沒有 現在粉絲量怎麼樣 跟我們講一講 我不會做 我覺得他需要試出來走出一步 讓大家看到 你的才華被更多的粉絲認可 點贊 轉發 評價 這個可能來硬片的時候才更有價值 否則什麼都沒有 你說我能啟動 從零開始很難相信 他能不能過這個門檻做這個主播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的 既然像潮汐所說他刷到了那麼多 那這門現在有人在做 那為什麼不允許他做呢 你可以做 你自己在那自娱自樂沒問題 但是一旦到公司 我們就要考慮投入產出筆 以及你紅的可能性 我們這邊還是孵化了一些主播的 但是我們孵化的主要是帶貨主播 但才藝主播說實話 就有流量容易 但是一個快樂的胖子的變現能力 就會相對過 你應該以課程這類去變現可能更合理 但是坦率以我的觀察 就在你剛才教學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可能是快樂的 但是你說我能感受到 你是一個很專業的教練 這點我的感受程度是不夠高的 就是說好像娛樂了一下 但你要說為你的課程付費 可能我跟老段就一樣了 更願意說找一個能把我交到一定水平的 就是結果要不要交付 如果你只是大衛老師說的情緒加持 打個賞 這是可以的 對 但是持續性的付費 我就需要結果了 你是讓我減肥了 還是讓我心肺變得更好了 對 還是我能出去表演一下了 還是什麼 他就需要結果 我其實來這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說 如果說各位老闆有團隊的 我想過去合作也好 打工也好 我想學習 就像我學的每一個技能 我這個比較笨 我希望摸透了以後 再去做 你的想法是美好的 我想去做什麼 把我的能力貢獻給他 但是人家要看變現 而且如果像你剛才錢頭那麼說的話 你想去學 然後公司花著錢你來學 你都學會了以後 你回到線下去做 可以不給工資 這可不是不給工資 我們身邊就有這樣的朋友 比方說他想自己打造一個IP 對吧 不是你不拿工資 是你給機構得交錢 明白了嗎 明白了 王亮我給你個建議吧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線上的 我們台上的好多企業家也試過線上 也有一些人試過了之後就不再試了 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線上 你在線下教的收你的學生 然後很開心很好 為什麼一定要去追那個 所有人都扎到那個風口呢 那個風口堆滿了豬物 風都吹不動啊 我本身其實就是 能找一個團隊融入進去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珍惜這個機會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我也相信我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說你的能力真做到的話 你自己組建一個團隊多好 對 我會這麼做 除了我的舞蹈 還有我的學生 因為我的學生 我身上有很多才華 我是說我可能 給他設計的是瑜伽 弗拉迪這塊 給他設計的是按摩 給他設計的是舞蹈 就是說我一個人 是可以培養一個團隊的 王亮特別好 你知道嗎 這就是所有創業者 剛開始所有的 我們這些人都經過的路程 剛開始的時候 當別人不相信你 覺得你沒有能力的時候 就要自己做 你做起色了 自然就會有合作夥伴加入你的團隊 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覺得他有創業者的潛質 因為任何一個創業者 在創業初期的時候 都是孤獨的 都是資源不足的 如果說他真的想創業的話 就迎著我們的逆風 往上走 也許能有犯款的機會 因為我來這之前是沒有思路的 對 都說我的才藝很多 好像其實我很清楚 就是滑而不實 通過他們說 好像我覺得 我應該抓住哪一點 從哪一點開始打 或者是以後的路 該怎麼朝哪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曹總 給到我的建議 非常有啟發 今天來找的是 舞蹈健身操的主播 對 其他的企業家提供的崗位 你會考慮嗎 應該不會 好 來吧 有請各位劉登的企業家 根據王亮的表現 最終確認選擇 很遺憾王亮 你的面試結束了 今天你的這場面試 讓我們感覺到了 滿滿的情緒價值 收穫了滿滿的快樂 在這兒 謝謝各位老闆 也感謝你 謝謝你來到非你莫屬 再見王亮 好 所有老闆都滅我的燈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結果是很好的 我從他們嘴裡得到的信息 特別多 對我特別有用 這塊我都沒有接觸過之前 上微博搜索並關注非你莫屬 了解更多節目相關資訊 好 我們繼續來看面試關鍵詞 不做銷售 需要雙修 張錫老師請教一下 不做銷售需要雙修 是不是內琴的崗位更好一些 支持性的 輔助性的 支持性的 我在這裡面讀到 第一他對職能有要求 但是這個要求呢 是排斥的 叫做 排斥什麼 就是排斥做銷售 我好像除了這個 其他都可以的那種感覺 他是不是排斥那種 競爭排名和KPI的要求 有這可能性 或者對壓力比較敏感 有沒有可能是他不愛 怎麼跟人打交道 或者是他害怕被拒絕 但是他今天既然來這個舞臺 找工作 本質上就是在銷售自己 太對了 這位求職者 有著什麼樣的人生故事呢 來 讓我們掌聲歡迎 程曉波 23歲 四川農業大學 法學專業 本科學歷 大家好 我叫程曉波 23歲 來自山城重慶 畢業於四川農業大學 法學專業 是本科應屆畢業生 今天來到這個舞臺 是想找一份合適自己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闆給個機會 謝謝大家 好 歡迎你們想做 不想做銷售 對 倒是挺鮮明的 來跟我們講講 為什麼不想做銷售 我覺得銷售大部分 它都會有一個KPI 然後比較難完成 銷售不是靠努力就可以完成的 那靠什麼 它還需要有一部分運氣 也有道理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磁場關係 然後你也不喜歡和人打交道 你不能就是說 天天讓我跟人打交道 我肯定需要自己有獨處的事件 你不喜歡KPI 然後也不太喜歡跟人過多的打交道 然後也總覺得自己可能工作起來缺點運氣 你才23歲 你就有了一種我覺得已經 躍進世間蒼蒼 想要提前退休的感覺了 因為我覺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平靜還是要回歸生活的 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想過雙周 工作壓力大一點可以嗎 沒有KPI就行 自己的個人能力範圍內 你能夠確保它能完成的 而不是說需要靠別人的這種 你是經歷家庭環境 還是你後天的什麼事情 促使有了這樣的一個選擇標準嗎 我就覺得特別麻煩 你不喜歡麻煩 舉一個例子 你覺得麻煩的例子 你跟人接觸 跟陌生人接觸 肯定是不能展示 自己內心真實的一面的 你得去裝 而且你還得非常熱情 他跟你說話 你得搭話 然後接他的梗 各種 那面試你覺得麻煩嗎 麻煩 面試是不是要裝作很友善 裝作自己特別好 那小夥子你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挺好的 你這個有一種自殺式的求職 我覺得 沒有也不是吧 就是我們平時打開玩笑 打去的時候就說 面試就是雙向欺騙 你也得裝公司也得裝 等會兒 你說面試是什麼 雙向欺騙 你和身邊的朋友們 如何理解雙向欺騙這個詞 自己把自己包裝的特別好 說自己能吃苦啊 我什麼都能幹 什麼都能克服 然後公司這邊的話 就是說你來了以後 肯定有很大的機會 有很大的前景 工資也會給你很高 然後你進去以後就會發現 他的政策不停地在變 一直在上你不利的方向發展 天哪 你已經看到了職長的問題 你已經看到了入職以後 第一年 第一個十年 甚至若干個十年以後的一切 那你為什麼要來找工作 因為人還是要積累經驗和財富的 我現在還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 肯定是一張白時 還需要各位老闆的栽培 你不是說雙向欺騙嗎 當然這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自己也不一樣的 不工作怎麼生活 是被迫工作 因為不工作你就沒有收入來源 你不做銷售其他的崗位 你都能接受嗎 客服也不行 客服不行為什麼 客服就是你跟其他人聊天 幫忙解決問題 得不到任何的 對自己有利的經驗 而且對自己身心健康也不好 你小的時候跟誰長大的 我先是跟我父母長大到十二歲吧 然後初中是跟我外公外婆長大 高中就是 流浪 你不是流浪嗎 開玩笑 就是一下跟我姐姐一起住 一下跟我舅舅一起住 一下跟我朋友一起住 一下跟我朋友一起住 是因為求學的地點 離外公外婆還有爸媽很遠嗎 是 康老師 面試進行到這兒 這是一個蠻有個性 而且談吐當中 我們感覺他看得挺明白 活得也相對通透的一位求學者 我覺得挺可悲的 坐在這邊的話我是在反思 為什麼大家會對職場上有這樣的誤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各位還要開企業幹什麼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還要工作幹什麼 是雙向選擇 可以拒絕我可以不接受我 但是如果是工作當中都是欺騙的 你想在一個欺騙的地方 繼續你接下來的生命嗎 就我感覺你 你對求職面試和職場的表述 態度都好像有那麼一點點悲觀 有人單位就會擔心 那這樣的你進到崗位之後 怎麼樣發光發熱創造價值呢 穩定性創造價值和集體的融入 我是給自己一個心理最低的預期 可以以免日後會失望 你是那種向死而生的人是嗎 這樣你二十三對不對 潘超你能理解這樣的求職者嗎 我能理解其實 你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有呀 小波你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那個 十六行人格裡頭那典型的愛人 就是那個內驅力 就是他大量的能量來源於自己 我自己想明白了想通透了 這是我的能量來源 今天我去跟人打交道跟人對話 向外輸出那是在釋放我的能量 所以他是典型的愛人 愛人還有什麼特點 不太願意做一些 強烈需要溝通性的工作 然後我是一個典型的藝人 有一些藝人可以帶動愛人 相對來講外驅力一點 他會從這種對外溝通的過程裡獲得能量 所以我在舞臺上表演來著錄節目 我都能獲得一些能量 然後因為今天是一個面試的場合 你還是需要跟大家表達一些東西 這樣的話 他們才能給你工作給你崗位 所以接下來就是 你可以稍微稍微一點點 OK嗎 小波 小波我覺得我特別理解你 因為你不是個例 特別是我女兒那一輩人 就跟你的想法幾乎是一模一樣 有時候我都恨你不成剛 但是我有一天我突然理解他了 那是因為小波 你沒有找到你的興趣底 你也有道理 沒有 我非常不同意潘超說的和曹熙說的 小波剛才說自己是 印階畢業生一張白紙 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嗎 我看到的是一張黑紙 在你眼裡所有看到的都是黑暗的 並且你已經認為這就是事實 社會真的這樣嗎 我可以告訴你完全不是 如果我用一個詞來形容你這個狀態 就叫儀管虧豹 一個金錢豹 它可能身上有各種各樣的顏色 你這根管子看到的就是黑的那一部分 你就認為這個世界全是黑的了 雷哥這我不同意 就是你可以說他儀管虧豹的時候 看到了曾經眼前世界有一點黑暗的部分 但他今天既然走到這個臺上 就說明他想看到這個館子外面的世界 所以其實我想問他一下 就是我沒有希望就沒有失望的那種心態 你是遭遇過什麼嗎 沒有遭遇過什麼 只是說雖然我是一個畢業生 但是我也做過很多兼職 也實習過 總體感受的話 工作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幸福感 你當過這個中專學校的思政老師 在咖啡連鎖企業當過咖啡師 你還在某陶瓷企業做營銷管陪生 更是銷售 對呀 那你不是不喜歡做銷售嗎 就是做了那份工作以後我才不喜歡的 等於第一個關鍵詞 是被這家企業給害不是 給造成的 是當時去那個公司實習的時候 不是我自己主動找上門的 是他給我打電話 你投簡歷了嗎 可能在網上海投了一下吧 當時我在睡覺聽得模模糊糊的 但是我聽到了他的薪資是 三百一天 然後我就去了 在當時 只要這個金額能夠打動你 是 幹什麼不重要 是 確定嗎 在當時是 那此時此刻今天在舞臺上 你更看重的是工作和內容 還是說薪酬 薪酬的話只要別太低 六千家 而且你的意向企業是國企 是 國企 那不應該來我們這個舞臺 我來這之前沒有了解到 在座各位老闆所在的公司 你看過菲尼莫酬嗎 昨天晚上看了一下 什麼時候來的天津 前天 來了以後都幹嘛了 玩 去哪玩的 就到處逛逛 看天津之野 不行街吧這些 看一下街道 看一下夜市感受 感覺怎麼樣 感覺挺好的 會不會覺得那些幹活的人挺可悲的 不會 夜市的人可悲 不會啊 他們是銷售啊 他們有KPI啊 他只要自己不覺得累就不會啊 那如果你自己不覺得累 你會覺得自己幸福嗎 幸福 不覺得累是幸福 之前的幾份工作 你幹的開心嗎 老師挺開心的 為什麼開心快 難得在你身上有開心的事 你快說說 工作輕鬆 然後你工作的這個對象 又是一群有趣的年輕的同學 我覺得這個在這個環境下特別開心 那你為什麼不繼續老師的這份職業呢 因為當時是實習嘛 如果你要繼續留在學校的話 是要考的 你不想考嗎 那為什麼不考呢 對啊有快樂啊 考比較麻煩是嗎 麻煩 嫌麻煩 也不是嫌麻煩 因為我不知道考哪裡 我當時工作的地點是在我們學校附近 學校當地的城市 然後我不可能考去那兒 如果我回重慶的話 重慶的進政比較大 然後我又是非示範省 難度是非常大的 這個學校能考嗎 是我實習的學校嗎 對啊 可以考 沒沒啥沒考 離我家太遠了 這是他要找一個錢多活少離家近的工作 自己幹得開心 還不願意為之努力 我就覺得你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可以努力 你可以努力 那你想老師讓你開心對吧 教授資格證考了嗎 沒考 有沒有考慮過要留校 沒有 當輔導員也沒有考慮過 沒有 所以你為這件事情做過努力嗎 沒有 因為我沒有去想過 你想過什麼 我就覺得他離家遠 所以我剛才的評價沒有任何問題 我剛才用了一個儀館推爆 才可以再給你一個詞 叫做井關天 而且你很享受做井關天 另外還有一點 你是不是很享受別人給你帶來快樂 但是你並不享受給別人帶來快樂 對 你去天津之眼 去夜市 他們在那兒很辛苦地工作 給你帶來快樂 但讓你去為別人服務 要付出努力的時候 給別人帶來快樂 這件事不可以帶來快樂 其他我不知道 對我朋友的話 更多的是 我給他們帶來快樂 你怎麼做 做了些什麼事 你給他們帶來快樂 比如說出去吃飯 然後交通 去哪吃 移結帳 生活上有什麼煩惱 都會跟我說 然後我也會去幫他們 那你如果進了企業 做類似比方說 就形成好了 對 會讓你快樂嗎 也可以去照顧別人 我沒做過 就照顧別人 照顧員工 日常工作裡頭 要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什麼文具 午餐 下午茶 午茶 對 挺好的 好 那聽上去 這個適合你 但是又得在離家 多少公里範圍內 是嗎 如果合適的話 其實現在看來 也不是不行 都可以 就是小波 我一直沒搞懂 你是因為自己看破了 這個職場上的這些邏輯 不想為之努力 還是因為 你沒有找到自己 那個興趣點 而不去努力 所以我現在 從另一個角度 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 那你未來會找女朋友嗎 會吧 有句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因為女人就是麻煩 那男人就是愛找麻煩 那你會不會 因為你明明知道 她是麻煩 你還會去交女朋友 目前的想法是 一個人挺好的 未來的話 就看我的心裡 會不會發生改變 所以我能不能認為 你就是因為 就所有的事情都麻煩 所以你不再去深入的 深耕這裡面 不是 我不找女朋友 不是因為麻煩 就是說我是覺得 一個人挺好的 你找過嗎 有過女朋友嗎 有過啊 麻煩嗎 麻煩 我告訴你 你們說的比較客氣了 我剛才看來看去 我覺得就一個字 懶 你看你的音頻直言 打工可能會少活十年 不打工一天也活不下去 你不是不喜歡銷售啊 你是不喜歡工作啊 我內心其實並不是這麼想的 之所以把它寫在上面 是因為幽默一點吧 表達了工作的被迫 我是覺得工作的本質是受苦吧 但是我也不得不接受 工作是我們實現人生價值的一個 柳黛 生活是你對他怎麼樣 他就對你怎麼樣 工作也是一樣 當你永遠是在消極的時候 你得到的就是消極 我想說的是貴BOSS 可能現在工作是你喜歡的 你的努力和回報 是達到正比的 甚至更多 所以你喜歡工作 如果通過努力賺錢 能得到快樂 你願意去努力賺錢嗎 願意啊 但是如果說努力賺錢 是第二個關鍵詞的反面 犧牲休息甚至沒有雙修 你能接受 那不行 人都是要吃苦的 我也是可以吃苦的 我也是可以去努力的 只是說你這個苦 是不是對自己有利的 也可能有的苦 你得吃對你沒有利 但對企業有利 但這是你崗位所需要的 可以短期吃 你不能說我為了你這個企業 我長期吃這個苦 你的短期是多久 一年之內吧 你需要雙修這個時間 你準備怎麼打發 周六睡覺 周日跟朋友出去吃個飯 交集一下 我想問一下你 大學劃科嗎 沒有 你所在的學校 是個雙一流大學 嗯 法律院校的分值 應該是比較高的 他不劃科 從毛種意義上來講 他的學習能力是不大的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 你當初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狀態 去考上這個大學 對不對 那這個四年你到底經歷了什麼 你為什麼今天會這麼上 也不是上吧 我覺得人是需要休息的 不做銷售 需要雙修 這不是一件很過分的事情 對我覺得這需求太正常了 對啊 我們沒有說不正常 對 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沒有說不正常 我就是想知道 怎麼樣能夠叫這樣的一個學校 這麼優秀的一個學生 他能夠去體現他的價值 對 库爾特覺得你有一手好牌 然後好像沒打出來替你著急 我覺得你真的 你這個年紀比我那個時候棒多了 孩子 所以在你的概念裏邊 我感覺你對工作的看法叫做 工作要讓我開心和快樂 但職業並不能等於你的興趣和開心 職業約等於你能為別人創造什麼價值 對 剛才有老師說 我說我不喜歡工作 我想說的是 基本上現在的人沒有人喜歡工作 然後但是大家不得不工作 你可以不喜歡工作 你也可以說這是你說的實話 但是你不能代表所有人 我說的是基本上 就基本上大家都不喜歡工作 是嗎 對 你如何來代表這個基本上 因為目前我瞭解到的所有朋友 好 多少個吧 大概 無法量 很多 而且我也 也不是說只在重慶生活 只在大學 學校周邊生活 我也打了那麼多份工 旅遊過很多城市 來 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我們收窄一下 你在一所不錯的大學學法學 對不對 你認為你的同學都不喜歡工作嗎 你們法學專業的同學 不喜歡 但是我認識非常多的學法學的人 他們對法律專業真的是有熱情 也知道這個職業 未來能給他們帶來豐富的回報 你一下又否定你的所有的同學 甚至否定你的學校 你覺得你代表正確了嗎 如果他只想追求一個穩定安逸 但是並不一定富裕的生活 這是他的權利 我當時最抵觸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覺得他能代表很多人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們班有多少同學 考了司法考試 沒去了解 你連了解都不想去了解 考司法考試至少不是為了躲避嗎 至少他是為了 未來能有一份更好的工作 我們考這個 是因為他是法學工作的一個門檻 對 你為什麼不去 去了 考過了嗎 當然沒過 然後很驕傲是嗎 我沒有驕傲 只是回答你 你其實很難聽得進去任何別人的話 我不是說我說的是正確的 而是能不能思考一下 法律現在特別卷 哪個都卷 哪有不卷的卷的原因是什麼 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而懶得那些人就看著別人卷 不意外 不意外 因為我說這句話 肯定會導致很多老闆灭燈 但是這是我想表達的態度 我相信工作對於在場的各位企業家來講 一定是價值感大於消耗的 但是可能在小波他曾經的職業生涯裡 經歷過了一些事情 他感受到了那種工作上的消耗感 大於價值感的情況 所以他會說 我不那麼喜歡工作 但是今天我相信他來到這個舞臺上 他有一個求助的需求 就是大家不要再去批評說 你怎麼可以只看到了這樣的世界 而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他提供一個更好的世界 我其實也有女兒 我跟我女兒頭段時間也探討了這個問題 他也認為大家都不喜歡工作 所以我今天其實是理解他 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能用一種特別傳統的思想 把我們的價值觀強加於他 當然雷哥說那個點我是能夠接受的 就是說他說的是所有人 但是如果你今天代表他自己的話 那我認為是沒有錯的 我相信潘昭說的 他今天走到這來了 就是一個進步的表現 就聊一聊你的工作方向吧 小波 我的工作方向就是除了 就是我剛剛說的銷售和客服 我都可以幹 我來幫你一下吧 那個你的愛好上有旅遊和攝影 有作品吧 有圖文 有視頻 帶過來了嗎 沒帶 為什麼不帶 因為我個人認為那個 對找工作不是特別有利吧 那個只是個人的興趣愛好展示 那你靠什麼來謀求一份工作 我認為我什麼都可以幹吧 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最重要的 我怎麼能知道你什麼都能幹呢 這個要怎麼證明 你沒有見過前面的幾位求職者 他們怎麼證明的嗎 沒有見 你不是第一個上台的人 他們在上台的時候 你沒有看過嗎 菲尼莫出以前的節目 你不是昨天晚上看過了嗎 他們怎麼證明的 你要告訴企業家 你能給他幹什麼呀 他現在就要了解你呀 就是我當老師期間吧 剛開始第一週 讀立背課 然後發現可能他的這個知識點 覆蓋的不全面 然後效率也沒有那麼高 然後後續的話 我是通過學其他老師 聽其他老師的課 然後來講 彌補其他老師個人的不足吧 然後發揮自己的場數 跟他們聊天 講稍微沒有的事情 大部分學生都比較喜歡我 知識點也普及到 好 小波 你其實是有能力的 但是你今天沒有做好求職的準備 所以這個是我要滅燈的原因 好 我突然感覺這場面是有點壓抑 你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我不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 大老師 我想給他一個機會 也是給我一個機會 我當時沒有想到 酷老師會給我一個提供 你能夠考上雙一流大學 這個本身就是你的能力 第二 你需要改變一個圈子 我要帶你去見 中國的獵頭圈 因為他們在背後 是能夠去見到各種各樣的職場人 我要叫你打開眼睛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也給我一個機會 我們一起告訴那些 和你一樣有想法的人 這個世界上真實的職場是怎麼樣 工作地點在上海 我看你的興趣愛好是攝像 那我就帶著你 用鏡頭去記錄真實的職場 薪酬四千 庫爾特作為我們的人力觀察員 他也擁有一家獵頭公司 按照我們節目的規則 當所有台上的企業家滅燈之後 他可以向你提供崗位 你願意接受庫爾特先生提供的崗位嗎 願意 好 接下來你可以問企業家 一個你最關心的問題 也就是我最關心的工作時間 我們公司他們會主動加班 你朝九晚六 好 我相信環境能夠讓你去學會如何改變 好 程小波考慮一下 選擇直海領航或者謝謝再見 計時開始 好 時間到了 你的最後選擇是 選擇直海領航 祝賀庫爾特 也祝賀程小波 去吧 跟企業家握個手 祝賀你 謝謝 我覺得我有信心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工作 如果我即便沒有完成 我也會去加班把它完成掉 因為這是出於一個工作的責任感 我們繼續來看下一位求職者的面試關鍵詞 我能行 我都有 都有了就不用來了 啥都有了 這樣吧 咱們就對標一下 看看 咱沒有人家的什麼 來 掌聲有請求職者登場 杜瑞陽 二十一歲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呼應與主持意識專業 風秤方向 本科學歷 我叫杜瑞陽 今年二十一歲 就讀於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目前是大肆再讀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這裡 希望能取得一份合適的工作 謝謝大家 好 歡迎你 這波音主持的 是的 坐在人力專家席的 是你的什麼人 男朋友嗎 我弟弟 這是你弟弟 是的 就是傳說中的 小杜 小杜 我在 大家好 我叫杜昆陽 今年十七歲 來自河南洛陽 給我們說三個 你姐姐身上的最大優點 我姐姐就是在我眼裡 還是比較完美 每回就是有事情之前 都是安排得比較妥當 操化能力比較到位 因為弟弟他現在也是 處於一個實習階段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要出去找工作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對未來的工作 可以有憧憬和嚮往吧 我能行 這話是誰跟你說的 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說的 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挑戰的時候 我就在心裡暗示自己 我說加油 我能行 我可以 你剛上大學的時候 也這麼跟自己說嗎 確實就是因為 遇到了一些問題 覺得當時可能 我不行了 對 不行了 因為我高中學的是 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 在高考完選志願的時候 我們那年的專業名稱叫 播音與主持藝術 括號空城方向 我就打電話問那個 招生辦的老師 這個專業是不是就是 在飛機上空姐播報的 就是專業的播報員那種 他說是的 然後我就報了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因為我知道肯定不會滑燈 肯定能上 去了之後 我們發的制服是 一個白色的襯衣 一個馬甲 下面是紅色的半身裙 我說這個不是 空姐的衣服嗎 我那一刻才意識到 這個是個空城專業 知道這個專業 當時一度想要退學 覺得我上不下去了 我也沒敢告訴家裡人 我怕他們擔心 然後就跟朋友呀打電話 他們就開導我 既來之則安之既然 選擇了這個專業 探索一個新的領域 然後我就給自己打氣 我說行 我往下走走試試 我能行 我可以 後來的成績怎麼樣 成績還是不錯的 然後連續兩年拿到了 國家立志獎學金 國獎 是的 還有三好學生的同好 然後你還參加了 河南城挑戰盃 這個科技類的大賽 然後是一等獎 對 還有一個演講比賽特等獎 還有你們學校的才藝大賽 一等獎 挺好的 不錯呀 不錯 謝謝 多才多藝 有兼職嗎 在學校期間 有 在高考完的時候 我就去我們那裡的一個學校 當老師 給小朋友們帶那些口才課程 大的時候是做一些禮儀呀 然後模特呀之類的 你是明年畢業對吧 24年畢業 對明年 所以你現在來找的是這個實習港 是的 為什麼你想做執行行政類 在高考完那段時間 還有大一那段時間去學校 一部分是做老師這個工作 語文助教 然後辦公室裡有一些事物的話 我也會去幫忙 然後就想著說 系統地到公司裡邊 去嘗試一下這些工作 第一個關鍵詞就是我能行 對 第二個關鍵詞讓我們很羨慕 我都有 這句話其實是我奶奶的口頭禪 在我小的時候吧 我跟弟弟其實都是 爸媽媽比較忙 相當於是奶奶帶大的 因為小時候跟他們感情很深嘛 相當於現在也是跟奶奶 在一起生活 我在家或者說不在家 跟奶奶打視頻的時候 我都會問她 我說最近天涼換季了 給你買件衣服吧 她就說不用 我都有 你不用買 你照顧好自己都行 所以有了這句 我都有這句話 其實這句話 我也想當作 激勵自己的目標 努力地工作 來賺更多的錢 給家裡提供一些幫助 將來有一天不讓奶奶擔心 我可以對奶奶說 放心吧 奶奶 我都有 所以你的這個實習地點 寫的是鄭州洛陽附近 是奶奶現在住在這附近嗎 洛陽 對 我們家就是洛陽的 所以你實習也希望在洛陽附近 對 我希望離家近一點 小杜 我在 小杜 小杜 你覺得你姐是一個 事業至上的人 還是家庭至上的人 因為她現在沒結婚 家庭肯定就是奶奶 我感覺我姐姐就是會 對家裡面這方面 會比較 就是在心裡的位置 會比較靠前 對於家裡面的感情 會超越工作 你姐來面試之前 我聽說好像 還準備了一段 給她面試打氣的小視頻 還有視頻 你不知道吧 來 現在就告訴你 一起來看大屏幕 女女是個挺快的人 在家做飯 刷碗 做家務 去超市面買菜回來 做做飯 就是替我做家務 去的替我幹活 勞動 不給家的四處 我大大四瓶 外面身體雜樣 我買買東西 我買買環境衣裳 在工作上非常認真 非常吃酷 在做出活動 秋冬打晃會 後來十一六點 連飯都沒吃 對工作是非常的吃酷 非常地踏實 希望各位企業家 都不太個好機會 作為家裡 不管她這樣的選擇 我們都支持 謝謝老人家 你哭啥 就是我們這次來之前 我跟弟弟來之前 那天早上我奶奶騎課早 就是不管我是每次出去 出活動還是只要出去 她都會提前起來 給我們做飯 她不會讓我們 就是不吃飯出去的 前一段時間 她就有段時間 經常給我打那個荷包蛋 我說不吃荷包蛋 我要喝那個雞蛋茶 然後她就做了兩碗雞蛋茶 我跟弟弟出門的時候 拿了四個蘋果 拿了兩盎那個柚子 她說你帶什麼路上吃 你們不是要坐那個高鐵 要一上午才到嗎 不管是我們去哪兒 她都會牵挂著我們那種 但反倒這種牵挂 現在有點變成 你的小小負擔 對就是不管是奶奶呀 還是家裡人爸爸呀 弟弟呀他們都是很支持我 我不管做什麼 他們都非常支持我 他們就說 只要是你自己喜歡的 你就去做就行 反而他們對我沒有要求 我就覺得好像得 自己得做出點什麼 才能對得起他們這些期許吧 想多了孩子 自古忠孝難兩全 你總是難以平衡的 你看像趙永梅 他們家是這個夫妻蕩 但是越是經營企業 可能越是兩個人和家庭 會聚少而離多 特別能理解小肚子 這樣子的一種心情 所以當那個奶奶那個 視頻一出來的時候呀 我就看到就是 我就想起了我婆婆 就是很淳朴的農村人 沒有那麼多的學識 她也不會講太多的大道理 但是她就會 就無條件地會支持你 然後不管你做什麼 她可能她的表達方式 就是我給你做的好吃的呀 然後就是想起一切辦法 可能就告訴你我很好 你千萬不用惦記我 然後她反而會盯住你 一定要注意好這個 注意好那個 她所有對孩子的愛 可能就是藏在一茶一水一飯 默默的這樣子一種支持吧 所以我覺得你挺幸福的 加油 謝謝謝謝 太幸福了 我想問問你 你有什麼才藝嗎 不表演了吧 不表演了 不表演了 挺好這個也不錯 為什麼呀 你是學這個專業的 為什麼不去在舞臺上 去表現一下呢 因為可能我是那種 比如說即將要有個什麼事情 我會把它做到非常的周密之後 我才會去開始這個事情 然後當時說要來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其實剛開始有點焦慮的 我害怕我表現不好 如果要是在表演才藝的話 我害怕我的就是更加的分心 然後更加的緊張 你今天要不要突破一下你自己 等到以後有機會了 等我有個充分的準備了 我再表演 我尊重你的選擇 我發現你是一個 心理負擔特別重的女孩 嗯 想得多 這個舞臺上 有很多唱歌跑調的 跳舞不是特別好的 他們都是很大方很自信地 去展示自己的才藝的 而且從到這個壇上來 弟弟說你是一個很完美的姐姐 奶奶那麼地支持你 這些愛不應該成為你的負擔 應該成為你自信的支撐點 對 你應該帶著這種自信 然後更大膽地去展示你自己 這也是剛剛庫爾特老師 提出來的這個機會 其實你沒有把握住 對 我反而挺欣賞 像你今天不表演才藝的這個做法 而且沒有受到某些人的語言的壓迫 如果覺得不完美 不如不拿出來獻醜 挺好 但是我到這兒 有一點點小小的個人想法 你作為步音主持的同學 雖然可以準備的不那麼充分 但是有一些信手捏來的東西 能不能給我們展示一下 就有點像學步音主持的那個叫 什麼口語表達 即興口語表達 對 就這意思 即興嘛 當然還是尊重你 你需要嗎 這是一個機會 那就 假設一個簡單的繞口令吧 可以啊 就平時講的老師能詳的 可以啊 八百標兵奔北坡 泡兵並排北邊跑 泡兵怕把標兵碰 標兵怕碰 泡兵泡 扒了擺了標了兵了奔了北了坡 泡了兵了病了排了北了鞭 泡了兵了怕了把了標了兵了碰 標了兵了怕了碰了泡了兵了泡 好 謝謝 很好的呀 落落大方 真的很好 而且你看 這個疑人性也特別好 小杜你有沒有發現 剛才的這樣的一個表現 其實就是打破了你的性格 因為我剛才 特意用了一個壓力面是問你 我非常清楚是你對舞台重視 你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好 你再去做 你想給完美的答案 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 未來在空中 是有很多的事情 不是我們要準備好才去做 是的 而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去知道 把握住每一個機會 因為對於你來講 我們一定喜歡你這樣的女孩 是因為現在的這樣的年輕人 能夠這麼踏實 太少了 但是的話 我又非常擔心的是 這麼樣一個優秀的女孩 她如果只是在自己的思維框架裡 她只是做自己擅長的事 是不是她會比其他人少獲得一些機會 你要相信 你並不是你自己現在看到的你 你還有很多的潛力 我認可庫爾特老師說的這句話 人都有很多可能性 不能太固步自封 可以多去嘗試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那你覺得作為行政港的話 最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 溝通能力 溝通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上傳下達吧我覺得 那你曾經處理過的 對於你來說 最難最有挑戰的一次行政的工作 是啥樣子的呢 我是大一的時候 也在學校出過禮儀活動 然後大二的時候 有個鄭州的姐姐 我出過她的活動 然後她在群裡問她說 有沒有洛陽的帶隊有活動 然後就一系列問題問了下來之後 我覺得好像是 我可以把它 就是這個整場活動 它圍棄一個月 我可以把它帶下來 但是真正到去執行的那一天 發現跟我想像中 一點都不一樣 就你沒幹過 對 沒有幹過 都沒見過 然後要協調我帶去的三個禮儀 一個主持人 然後還有一個督導 跟一個攝像 我要解決他們六個人 他們的工作問題 還有跟店家的溝通的一些問題 還有現場的活動的氣氛這些問題 因為我之前沒有接觸過這個酒醋 當時接的價有點低了 然後對當時出這些活動的夥伴們 有點就是不太好 他們的情緒也不太高 其實我當時情緒也有點弱 那天我們說的是九點半活動結束 我們第一天活動到將近十點半才結束 然後我就給那個哥打電話 我說 確實沒有跟你溝通得太清楚 我不知道這個活動 它的流程這麼地繁瑣 這個價給到現場的夥伴們 他們的工作情緒不是太高 就是壓我自己的價都給到他們 對他們來說這個價也是太低了 就是咱們能不能協調一下 你再加點價 讓咱們整體活動的效果 那加價格的那個空間是對方來決定的 還是你說了一個具體的數 我就跟他說了之後 他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他就說 那我給你每個人加到多少 然後你就同意了是嗎 對 整體還可以 而且的話大家一定要清楚 他還是一個實習生 其實他的社會經驗比較少 但是他的責任心 和他對於每一件事情的那種落地執行 跟整個的主動協調 我覺得是特別的加分 那在一個上學的過程中 能組織這件事 他其實就很有潛力的 但他自己不太置之 他一直沒有強調說 這是一種組織能力 是一種 就是策劃能力 他其實沒有從這個角度起講 但在我看來就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很重要的能力 考一下杜瑞陽的職場情商 看大屏幕 同事跟你說 反正你也閒著幫我幹點活吧 你會怎麼回覆 我會說行呀 現在我閒我可以幫你幹點 等到下次你閒我有什麼活的話 你也幫我分擔點 我想問一下你內心裡怎麼想的 從內心來說我可以幫助他 但是也得讓他知道 如果你要是有時間的話 也得幫我做點什麼 就不能讓他會覺得 我只要閒著沒事 他就能來給我找點活幹的那種 這個是在考核你如何去拒絕 或者你如何去處理職場中的關係 顯然的話你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幫助對方去做 而且你又有得不甘心 所以在你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是蠻糾結的 更直接一點 我覺得或許那樣的性格會更好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還是那種好相處的人 他反而後面半句呢 我倒有一點感覺 可能是為了說 然後省得你們覺得我就是一個好 好被欺負啊之類的 但是他的第一反應應該是會幫他的 他的第一反應是善良的 對 他的第二反應和表現出來的 是他後期在社會打磨當中 積累的那種小小的小肉刺 對 剛才你考的是行政 執行大家有沒有提 要考考他 其實剛才他的回答是偏執行的 對 所以現在我就害怕一會兒給你的崗位都不錯 但可能你會用地理距離去衡量你匹不匹配 對 所以你千萬千萬別被你今天那段小視頻 別被你對家人的愛束縛 你有了家人對你的愛和祝福 我覺得你就有了走出去的最大資本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位求職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這位選手呢他告訴我 老師這是我畫的我的左手 你看到這隻手 你首先想到什麼 我們想到 隻手遮天 這位選手 具有豐富的知識 能力 並且他能用在工作生活當中 做到 隻手遮天 但同時也要提醒這位選手 我們真正的在現實生活當中 能實現隻手遮天嗎 那只是個理想 量力而行 根據自己的能力來求職 來求報酬 來融入到同事生活當中 當然也提醒你在家庭生活 感情上也不要隻手遮天 否則的話我們怎麼樣 我們就失去了另外那幾手的配合 再跟你確認一下 除了行政和執行崗位以外 如果企業家提供其他的實習崗 你考慮嗎 考慮 工作地點鄭州洛陽以外 考慮嗎 可以考慮的 來各位企業家 請根據杜瑞陽今天的面試表現 確認你們的選擇 好 祝贺你 還剩下六盞燈 進入到面試的最後環節 謝謝 談錢不傷感情 當看到六盞燈的時候 我其實很開心的 其實我在家就擔心 表現得不好 沒有一盞燈 六盞燈 定制旅行給你的崗位 是主播助理 北京 實習工資每天200 我們木鳥民宿呢 是做在線旅遊 預定平台的 給到的崗位叫 新媒體運營 會有師傅來帶的 因為你是實習生 所以只能是按 實習生合同來走 是3000家 無責抵心 沒有包括獎金 我給你提供的崗位 是行政助理 工資在4000家 地點呢就在天井 我給你提供的是 我們孵化的企業 叫魯班 那這是一個做 科技類直播的 一個團隊 那你可以直接做主播 而且你也參加過挑戰盃 可能對科技至少不促 我們是期望一開始 最好還是在北京 能跟團隊磨合一下 但長期的直播來說 其實在哪裡都可以 那我給到你的崗位呢 是屬於市場部的 活動執行崗 實習的工資呢 也是200元每天 月陽 我這裡是斯凱樂戶外 我想給你一個 總經辦的秘書的崗位 我有總經理助理 你其實就是我的 我的總經理的秘書 考慮到你是外地過來嘛 一開始工資也不是特別高 所以可以給你提供宿舍 工作地點在北京 在北京 好 來吧考慮一下 六選四 但是選出來的這四家 是你放棄的 只保留兩盞燈 請 請 謝謝姐姐 謝謝 謝謝姐姐 謝謝 謝謝姐姐 好 回到舞臺上 有請二位 謝謝 好吧我們先從潮汐開始 來 我覺得你應該在走出校門之前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建議你站在北京 去看看全球的旅遊目的地 而六人游是做全球旅遊目的地的 你的視野會更開闊 然後對你日後走出校門之後的選擇 會更有幫助 是最近就去工作 還是等到我畢業之後 這是實習的 我當然希望你盡快地來到我們公司了 好的好的 對 沛洋我覺得你的形象氣質 包括你的這種折韧心 其實特別打動我 在斯凱勒這邊呢 我是希望 你可以在我身邊工作一段時間 同時你還可以接觸到業務層面 直播呀 包括拍攝啊 視頻啊 媒體啊 這些其實我的工作中都有涉獵 我有重點的助理 會我們一起 成為一個團隊 帶著你一起走 做姐姐你的秘書嗎 是的 好的 知道了 謝謝 謝謝 來 杜瑞揚 六人由斯凱勒二選一 或者謝謝再見 考慮一下計時開始 時間到了 你的選擇是 謝謝姐 謝謝 祝賀曾花 感謝潮希 感謝你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祝你實習順利 好的 再見 也謝謝小杜 拜拜 其實可能之前 我自己的心理負擔重了 來著之後 各位企業家 各位老師 給我了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議 然後最後取得了我 比較滿意的工作 我還是很開心的 有一些小伙伴正常問我 老師我特別想創業 但是不知道應該怎麼去辦 以下三招交給你 第一個進創業公司 去學一學創業的經驗 從最基層的職位做起 第二個找創業的朋友 問一問他們當年的創業經歷 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 第三個你攢一點錢 所有的創業都需要一定的財富 用一定的啟動資金 去換取你更大的自由 報名參與非你莫屬 請將您的求職簡歷 發送到非你莫屬全品 2010 at 126.com 如果各位企業家 想通過非你莫屬 招募人才的話 歡迎您將企業點介和工商信息 發送到非你莫屬 招聘全品 at 163